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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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他的一生验证了人所共知的那句话 做人精明可以 但太过精明 往往过不好一生 最好的活法一定是踏实本分 既不能精明过度 更不能阴险阴毒 小胜靠智 大胜靠德 陆子林是白鹿园上人尽皆知的精明人 但精明与否 与人生成败 关系不大 会做人 有德行 才是关键 小聪明只能逞一时之快 得一时之力 长久的利益 长远的谋略 无不是建立在品德高尚 格局大起 胸怀大度上 陆子林没有看破这一点 他将半生的命运都放在了与组长白家轩的博弈上 嫉妒组长之位 见不得白家轩比自己过得好 一生在做着对比 准备着勾陷 嫉妒是心灵上的肿瘤 肿瘤怕恶化 人心也怕肿瘤腐蚀 需要德行滋养 但陆子林偏偏内心越来越不平 他认为白家成绩祠堂 掌控者一族人的命运 陆家无权力 为免低白家一头 这低一头成了他内心的魔障 迈步不过去 非要争出个高低 于是内心逐渐被偏执掌控 德行也越跑越偏 陆子林因此做了相约 并洋洋自得地自我安慰 夏侠包括白鹿村在内的十个村庄 起码不在白家轩之下了吧 权力让陆子林有了叫板的底气 他趁机挤兑白家轩 分派他给族人下达纳粮缴税的通知 族人不堪赋税 组织农协会造反 他又让白家轩背造反的黑锅 然而处心积虑往往不得 最终闹市的农学会成员被积压 头目被吊打 陆子林的德行也开始受到质疑 白家轩坚持闹市的头目是族人 要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不惜下跪求情 想代替人受过 陆子林却直接把白家轩亮到一边 不看族情 把同族的人当猴耍 吊打现场 一片血腥 狠辣也让人震慑 陆子林以为自己赢得了这场胜利 但不久后 农协会逃走的黑娃反扑 杀入陆子林家 陆子林把老爹的命也搭上了 才知道自己得不偿失 而白家轩却佳然无恙 德行高低最终结局不同 包藏祸心的人 虽然暂时占得先机 却不长久 只赢了一时 最终被反噬 品德高的人 让人如沐春风 人人愿意接近 自然接下来的路更顺畅 因为人品是无往不利的通风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从来靠的是心 不是心机 靠的是真诚 不是虚伪 人心是交换的 感情是护暖的 真正的胜利 不是打击谁 而是赢得人心 人可以精 但不能阴 其实陆子林误读了精明 把精明当成了阴险 实际上精明 是为人处事的通透 但阴险却是虚伪 是无品无德的个性 是通向深渊的不归路 慕容雪村说 人类的理性貌似强大 实则从来都不可靠 把狼驯化成狗很困难 把人变成蠢人 则十分简单 误读让陆子林突破了良知底线 成为了白鹿园上 太多事件的幕后黑手 上演了一出又一出 中国式的复仇记 她占有黑娃的媳妇田小娥 利用美色打击一己 先是让一个 垂眼田小娥美色的狗蛋 替自己背了通奸的锅 随后如法炮制 指示田小娥勾引白家轩的儿子 白孝文 打脸白家轩 这还不够 她做得最绝的是妆 白孝文和狗蛋一样 因为触犯族规被鞭打 而陆子林不动声色地 组织了一拨人 去承接现场 向组长演了一出 贵贱求情的苦情戏 她深知白家轩最爱颜面 这一跪就是火上浇油 她说 家轩哥 你不饶孝文 我不起来 拙目睽睽 白家轩颜面扫地 鞭打白孝文 果然更狠了几分 有目的的故意 都是为了掩盖真相 白孝文自此堕落 被父亲驱逐出门 在田小娥的诱惑下 学会了抽大烟 家业半年就败光了 而她的土地 房子 只有陆子林有实力 全盘接受 击倒了对手 还获得利益 真是一本万利 但乔搜说 有罪是符合人性的 但长期坚持不改 就是魔鬼 这种伪善 趁火打劫 却让陆子林坏到了骨子里 完全忘记了天道循环 总有定数 没有人真傻 不择手段 未必就事事如意 陆子林能打脸白家 白家轩却能心上力竹刀 你因我就狠 白家轩认其为所欲为 她保持着和权力的距离 在组长的位置上 坚守自我 恪守得行 她认准了房子拆了 可以再盖 地卖了 可以再买回来 微然不动 天网恢恢 数而不漏 阴险小人得志猖狂 数不胜数 但历史的经验却指向 昧着良性 抓着内心的不平 常常因为陷害人 不容于人心 大多被反噬 比如魏晋时期 钟慧因为嫉妒季康 处处在司马昭面前诋毁 久而久之 次数多了 司马昭信以为真 盛怒之下 便把季康处死了 然而钟慧并没有善终 多行不义 最后被部下所杀 余恨更是波及满门 遭到血洗 得道多助 世道寡助 无道无助 钟慧的下场 就是一面镜子 警醒世人 做反复无常 以怨抱怨的阴险小人 只有一个下场 不得好结局 算计别人 就是在算计自己 查高吉迪说 人一旦成为欲望的奴隶 就永远也解脱不了了 陆子林迎来了自己的结局 不知不实 被活活冻死 人有千算 天有一算 白家轩曾经感慨着说 人行事 不在旁人知不知道 而在自家知不知道 自家做下好事 刻在自家心里 做下瞎事 也刻在自家心里 都抹不掉 其实天知道 地也知道 既在天上 刻在地上 也是抹不掉的 骗了谁 也没法欺骗自己 更无法欺骗天意 算计别人太多 离正路 也就越来越远 必自毙 算来算去 陆子林最终 搬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她自食其果 人生戏剧性反转 曾经处心积虑地 想通过假装接济白孝文 再将其羞辱一番 却阴差阳错 让白孝文 有了稳定工作 重返正途 为白家顶门立护 而她原本 坐着相约 却因为儿子丢了关 入狱成了阶下囚 后来更是被羁押到 审判台下陪斗 当她看到黑娃 被白孝文枪毙的时候 心虚 最终让她心里崩溃 亏心事做得太多 便如惊弓之鸟 不用别人砍头 早下的大小便失禁 昏倒了 自此她记忆全无 痴痴呆呆成了真疯子 有人说在罪恶中游泳的人 必将在悲哀中沉默 最后连路子林的妻子 也失去了耐性 把她推出家门外 任其在柴房和雪地里 自生自灭 个人造业个人丹 天作孽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路子林的结局 正应了薛平贵和王宝川中的那句台词 人善人欺 天不欺人 人恶人怕 天不怕 邪不正胜正 几乎就是永恒不变的定论 《道德经》有言 大丈夫处其后 不拘其薄 处其时 不拘其华 拿什么方式做人 就拿什么播种 本分做人才是正途 因为人性的善恶 唤起的是一种难以摧毁的希望 这种希望光明 人道 也才能让我们的生活 越走越远 人可以精 但真的不能阴险 每一个人都会营造自我的磁场 辐射给周围的人 大家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共识 太过精明的人 最好远离 人心是妄念 贪婪和图谋的混杂 是梦想的熔炉 是可耻意念的深渊 也是狡诈的魔窟 欲望的战场 太过精明 往往让这些恶意跑出来 所以必须让良知 成为我们心头的港少 去把控方向 让善念 成为我们心底的源泉 去激发更多的正能量 让踏实 成为我们行动的转绳 去立定物欲横流 恪守不渝的天道 因为爱出者爱反 浮亡者浮来 人只有真诚满怀善意 才能让真正的幸运 在路上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